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一直重视他的孩子的文昌卫在哪里 结果床卫你把他搞错了 只种文昌卫 不去计算他的位置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曾经一位我们的老信徒带着自己的儿子来 来开智慧 老祖告诉他 你的床位睡不着 晚上都在睡地上 他说是啊 晚上都睡不着 我都睡在地上 所以他爸爸 就奇怪 老子怎么知道孩子睡地上呢 因为孩子他的床位错了 把头画起来 就是这样 这个一个房间 门从进去床呢 刚好排在这里 门冲床 门来冲床 心神不灵 所以小孩子 他就读书 没有精神嘛 所以他要移过来 移过来就好了嘛 所以我告诉他的爸爸说 你把床移过来就好了 孩子就会好好睡 不然就移到这边来 不然就移到这边来 这就可以了啦 不必去计较从文昌位 不是文昌位 睡不闻 就没有文昌 睡多闻 文昌咧 就有文昌 头脑就清醒嘛 所以有很多人 主众数风水的文昌不文昌 结果他的题 就先天为题 这个叫先天 床位就先天 先天不对了 那你后天 你睡在那边 后天为用 那你头脑就不清醒 所以孩子就跟我说 叔父啊 我自从床位安正要来以后 我晚上已经睡在地上 睡了三四年了 爸爸问我为什么这样睡 我上面睡不稳啊 所以我睡到地下比较平稳 睡地下就是睡在这个下面 下面这里呢 就离开了文昌 文昌 汽流 煞气 就没有了 就可以躲过了 这即是风水学 所以我们孩子的床位 你们要注意 不要小看着孩子的床位 孩子的床位 可以成就他的功课 也可以让一家人 大家很和谐 一家人都很平安 所以这是风水学最简单的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基本法则啊 祝福各位